大家好,我是胖龙 昨天有点小感冒 然后今天,昨天没有看,今天包了两包药 现在好多了 小家伙现在已经上学去了 今天也没有上班 中午没吃饭 简单有点饿了 刚刚用手机点个外卖 因为我这是首单,简单15块 本来是26,11块钱 简单是那个麻辣烧 咱们现在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 他送的这个餐具咱们就不用了 还是用自己的筷子吧 看里面都有啥 鸡肠 煎蛋 还有各种丸子,蔬菜 还有一匹面 分量感觉不多 这个26块钱我看到是这么划算 因为主要是没什么东西 但是咱也不是26块钱买的 咱是11块钱买的也不亏 咱尝一下 这个应该是那个鱼丸 还挺粗粗粗粗的 这个味还可以 虽然它没有那个 就是吃火锅的那个香味 但是吃了有一股奶香味 真的 菜也煮烂了 好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因为小的时候 有个感什么感冒呢 睡一觉洗一觉睡一觉 这样就好了 你现在感冒不吃一个好不了 这个鸡肠 尝一下 永远感冒了 昨天晚上 每个小家伙睡一起 我在吃茶碗上睡 那么 怕全都没差 他 如果全都没差了 就不能上学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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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蛋简直快愿 现在这个天涯最容易感冒了 忽冷忽热的 大家也要注意一点 别有一点热 你就要去脱衣服 那不行 最终你感冒了 我就是因为热了 把衣服脱了 才才感冒了 然后等你感觉到凉的时候 已经晚了 所以我这样的买以后 但是你感冒了 пост来吃 凹凸 今天本来是没有胃口 想着吃一点 但是这个太少了 太少了也不吃辣肉 把汤喝了算了 我们这个天现在越来越冷 多喝点开水 好了朋友们饭吃完了 今天录这个视频 也是给大家报告平安 体温36度5 咱们下期视频见